嘿大家好,我是Kiss,歡迎來到我的宇球世界 中國一千賽已經正式開打啦 中國公開賽是今年最後一戰一千等級的頂級賽 本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但是目前雨潭處於奧運陣候群當中 也就是奧運後雙打拆火的拆火,老將休息的休息 讓之前很多比賽的種子選手都沒有來 本屆中國公開賽也不例外 再加上中國這幾天受到颱風侵擾 導致很多班次停飛 導致這次中國公開賽的星光相對暗淡 不過這也算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本來這次中華隊的千鈺算是爛到頭頂了 但現在有很多選手臨時退賽的情況下 好像也沒有那麼糟了 那這次不先從女單開始 先從比較有趣的男單開始吧 男單前八種子沒有人退賽 是五個單項裡面唯一一個全員到齊的項目 先看第一小區 最近傳出身體痛到受不了的時雨期 為了年終賽的資格硬打 結果成績不理想 休息了兩個禮拜後再次在主場參賽 他的狀態能否回到年初還很難講 16強就要遇到鯨婷應該很不好過 只是今年鯨婷的成績也實在是不怎麼樣 自從全員賽拿到亞軍 亞錦賽打進八強之後 連續四戰都慘遭滑鐵盧 包括奧運小組的淘汰 上週的香港賽雖然有起色打進了四強 但是贏得跌跌撞撞不說 對手也都是二線甚至三線的全手 對上身體有點狀況的石頭 我想應該還是石頭的勝率稍微高一點 畢竟交手紀錄九勝兩敗不會騙人 旁邊的蘇利昂首輪抽到是昆拉伍特 蘇利昂2024年的成績非常的慘淡 自從去年台北公開賽拿到亞軍站穩雨潭之後 二三賽季末連續打出幾場好球 還把強爾坦逼出了賽末點 打贏了渥紅陽 但是到了2024年開高走低 年初泰國三百賽跟德國三百賽闖進了四強跟八強 打贏了李卓耀、西本拳泰、伍佳朗、普蘭諾伊等等的高手 但是後面遭遇了一波五連敗 連在高雄一百賽的首輪也輸給了正凱 排名也從最高的29跌到現在的35 最近是打得還不錯啦 把受傷的石頭逼到了加賽 把龍王逼到了加賽 打贏了西本感覺有那麼一點點的起色 這次抽到從奧運休到現在的昆拉 雖然還是不太看好他 但希望能夠至少逼出Deuce 能夠拿下一局應該就滿意了 第二小區有王子維跟李家豪 王子維在台北賽很明顯受他的腰傷所苦 被七六人狂轟濫炸毫無還手之力 上週的香港賽也被強亞坦炸了一個21比7 本週首輪要對上波波夫恐怕也很難 就算能贏也會是超過一個小時的三局熬戰吧 之後他還要遇上李子佳 肯定還會在防守上就會被打爛 能夠贏下首輪我就很滿意了 隔壁的李家豪最近勢如破竹 2024年可以說是他破繭而出的一年 去年2023雖然他偶有佳作 打敗李子佳兩次 屠龍一次等等 但是整體的巡迴賽成績 其實不算是很亮眼 但是2024完全不一樣 他從3月開始一路狂飆 500層級的韓國賽拿到亞軍 澳洲500拿到季軍 泰國500殺進八強 台北300拿到季軍 高雄100拿到冠軍 全年目前已經累積一貫一亞兩季之多 過程中還擊敗了李師鋒、林俊毅、武家浪 周連城等等一票二線 甚至是準一線的選手了 老實說現在李家豪的成長 已經遠遠超出我個人對他的上限預期 500亞的成績是除了周連城之外 現役最強的男男成績 連林俊毅都沒有站上過500賽的頒獎台 這就能說明李家豪的成長幅度有多麼的驚人 本週他面對的是陸光祖 也是韓國500賽最終奪冠的選手 無論我怎麼看我都覺得 這兩個人應該是五五開彩隊 希望李家豪這次能夠逆轉韓國賽的悲劇 復仇成功 如果獲勝的話 下一輪的對手應該是奈良鋼 聖牙對戰0勝2敗、小局0比4 但是有兩局是18分跟19分的起敗 不過那都是一年前的李家豪了 現在的李家豪我認為應該能夠在奈良鋼手上 拿個至少一局 只要他慢慢打、做好防守、做好跑位 第一局要拿下來應該還算是有機會 只是他最後他的體能能不能跟得上奈良鋼 我就非常的懷疑 1比2被逆轉應該是可以一切的事情 第三小區完全是大混戰的局面 洛建佑、武家朗、汪洪陽、李卓耀、周滅成、李施豐 都是狀態波動極大的選手 這群人有時候能夠殺進500賽的決賽甚至奪冠 但是更多時候在頂級賽都會是首輪淘汰 這8位選手的成績最好、最穩定的 可能還真的是周連城 奧運的8強、日本750賽的亞軍 台北300賽的季軍、香港500賽的8強 至少都沒有提前淘汰過 他首輪的對手是李士豐 他的今年狀態真的是有夠迷的 身為亞運金牌的他 今年只有在亞警1000賽、新加坡750賽跟印尼1000賽 拿到一罐一牙一技 其他的比賽都不怎麼樣 狀態起伏很大不說 而且他2024年賽季對於台灣選手只有兩勝兩敗 贏了七六仁跟王子維 各輸了一次給林俊逸跟李佳豪 以他世界第四的水準來說 蠻令我意外的 這次面對周滅成 算是把台灣五虎都單挑了一遍 有趣的是 雙方唯一的交手記錄就是在去年的中國公開賽 當時李士豐在決勝局以21比18顯勝 這一次我想周滅成應該算是三期開 畢竟李士豐生涯的大賽成績蠻多都是在主場獲獲的 今年的亞警賽是在中國舉辦他拿亞軍 亞運的金牌也是在主場拿到了 在中國舉辦的年終賽雖然在小組賽慘遭淘汰 但好歹他也是兩勝一敗 只因為他的得失分差差那麼一點點就被淘汰了 不過去年中國1000跟中國750都是慘遭滑鐵盧 所以我也不太敢保證他的主場buff會不會突然失效 而安東森則是面臨他的教練下注賭博的風波 現在應該還在跟新的教練磨合 洛劍佑還是洛劍佑 一如既往的搶一場朋友三個月 狀態起伏跟林俊逸有得比 難怪他們現在一個11名一個12名 而渦弘陽則是爛了一整年了 2024年賽季整季都在吃老本 靠著他去年年末丹麥750賽冠軍苦成排名 但今年已經完全捨棄300賽 也只參加兩戰的500賽的他 遭遇了嚴重的撞牆期 11戰的中高級的比賽連8強都沒有碰過 渦弘陽今年已經滿25歲了 今年跟明年應該是最後的機會 不然他就會像陸光祖、趙俊鵬那樣 慢慢帶出球場 這個第三小區預測非常的困難 我想大膽猜測一次洛劍佑會圖文劇本 畢竟他奧運曾經打敗李時鋒 打安東昇上一次友友贏過 感覺壓洛劍佑可能會中 那第四小區就根本就不用看了 就是安塞隆跟強亞坦揮進 假如強亞坦可以回到半年前 全英賽跟雅錦山這種狀態 可能還有能打 但是現在的強亞坦應該是完全沒有辦法了 最後應該是由安塞隆打贏洛劍佑決賽 面對打贏奈良鋼的昆拉伍特 最後由安塞隆擊敗昆拉伍特奪冠 而女端的形勢就有一點點的詭譎 排名第二名的陳宇菲 因為傷勢影響深情的排名保護 2024年賽季應該是不會再看到陳宇菲了 而排名第三名的馬林也在重傷養傷中 至於橋後安行也在養傷 以及跟韓國雨鞋抗爭 所以早早宣布退出本屆的賽事 帝國安行位置的 是目前幾下三口線成為世界第五的王子儀 讓整個第一小區衝刺著中國選手 包括張藝曼、韓越、高芳傑都在第一小區 又因為河冰交意外宣布的退役 使得中國女端全部集中在第一小區 這對於很看重集團優勢的中國女端來講 可謂是重大的打擊 王子儀跟韓越只有一個能夠進四強 旁邊的宋碩雲首輪打的是吳錦薇 他們的生涯只只要鎖過一次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大馬公開賽 當時由吳錦薇2比0獲勝 今年宋碩雲女端15場勝利裡面 有三分之一是內戰拿下來的 她的外戰是悲慘的食射21敗 勝率剛剛超過三成 成績已經慘到連300成績也不一定能夠重構首輪了 所以在頂級賽能夠贏一場都算血賺 至於戴智瑩則是在第四小區 剛好隔通退賽 讓第四小區變成了五種子的虐拆區 唉…本來應該是這樣沒錯啦 只是戴智瑩在台北跟香港賽的表現 我實在是很難相信戴智瑩能夠健康突圍 特別是她在香港賽的狀態比在台北賽還要爛 再加上三週三連戰我覺得首輪或四輪淘汰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無論對手是誰 你有沒有聽過 我覺得都要做好戴智瑩被爆冷的心理準備 冯夕看球吧 能夠多看一場就算賺到 畢竟小戴在現場上也說 不知道該不該撐下去了 那既然她現在還在場上奮戰 就代表她還是想要把2024賽季打完 現在我們就姑且當是翠義巡迴的表演賽吧 有贏有賺 輸了也沒差 如果她幸運幾經的年終賽 就當是畢業典禮吧 以女單這個籤表來看 我想應該就是王子儀跟山口倩的決賽 機率大概超過九成了啦 最後的冠軍我覺得是五五開 假如王子儀能夠打敗山口倩登頂1000賽的冠軍的話 我覺得王子儀取代陳宇菲成為中國一節的時代就來了 不過我還是會猜山口倩位贏 而南雙的賽場本來是台灣最穩定的獎牌來源 但是最近輝宣的狀態冷了下來 其他南雙也一起下去了 只有王麒麟跟邱湘杰苦苦之稱 連續闖了兩戰的五百賽四強 但是他們已經五週五連戰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看好 他們能夠再次闖進八強以上 更何況他們手軟還要打互換搭檔的印尼飛馬 隔壁他們還有主場作戰的梁王 說什麼我都覺得死定了啦 反而我覺得這次應該能夠期待輝宣的復活 大馬星宇在確定無緣奧運之後 他們休息了大半年的時間 現在正式復出 第一戰香港賽他們輸給了中國的小將 我想他們要找回身手應該還要一點時間適應 旁邊還有我們的李氏兄弟跟印尼的古一組合 古一是上週香港賽的亞軍 他們的成績有慢慢在上升的趨勢 但是他們要連續兩戰都出成績 而且還都是中高等級的賽事 我想古一的威脅性應該沒有那麼大才對 輝宣或是李氏兄弟突圍的機率並不小 而他們小區內還抽到的是印尼雙阿 印尼雙阿在去年上半年一條龍 下半年一條蟲 今年看起來也是這個走勢 上半年他們全英奪冠 但是下半年他們成績還出不來 而且輝宣跟李氏兄弟也有贏過雙阿的組合 突圍成功的機率我想至少也有三成 而第二小區則是大馬南雙海啊 四隊的南雙都擠在這裡還以為是大馬大師賽 而且小區內還有三週三次闖進決賽 拿下一罐兩雅的韓國江區組合 就算他們再怎麼鐵也應該都頂不住了吧 我想大馬闖進四強的機率應該不低 最後就是第四小區 最好看的應該是丹麥金拉打印尼毛卡組合 毛卡在換搭檔之後前三載都闖進了四強 拿下一罐兩季的驚人成績 如果他們能在金拉跟中國任何的包夾中突圍 那毛卡很有可能會是新的角區者 整體而言我認為梁王的奪冠機率非常高 挑戰者們各個都有自己的問題 只要決賽不要是梁王跟任何的內戰我都能接受 就看毛卡跟金拉能不能帶給我們一點驚喜了 而女裝的部分太少隊伍報名導致籤表很乾淨 或許對於台灣女裝來講是個機會 只是我們十六強一定會碰上一個中日韓 大概也會到頂了啦 連你一場都算賺 那混雙的部分就更慘了 因為前八種子有五個種子都退賽甚至拆火 導致星光超級暗淡而且失去全面 最強的毫無疑問是中國獎位 在沒有亞斯的情況下誰能打得贏他們啊 再加上十六強他們直接輪空 我只能說邱向傑跟林志宇真的很衰 首輪就衝到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打 而他們的搭檔王麒麟許穎慧運氣也不錯 首輪抽到泰國的退賽組合 但是他們十六強就要遇到鳳凰也是讓我直搖頭 反而是大馬爽爽抽到第三小區 程度要輸的畫面我根本無法想像 我想自強有三個中國配個大馬的機率真的是超級高 頂多可能有一個香港凳線會舉帶一個中國的組合 希望混雙有一點爆倫出現 不然這次中國公開賽的混雙 應該是最近幾年最無聊的頂級賽的混雙賽事 那你怎麼看這次的中國公開賽呢 歡迎在底下的留言區告訴我喔 謝謝大家親愛的我全世界我是Case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 out